梁振迪先生 梁振迪先生 我来美国 我七年来美国 但是在八十年代 就常常听到他的大名 因为他是非常爱惜台湾 关心台湾前途的客家长辈 并且在事业上也有很成功 尤其他对南加州台湾客家会的配合 台湾人 南加州的台湾人社团 关心台湾故乡的各种活动 正是让人谦佩 其实台湾数百年来 客家名 河路人 客家人 还有原住民 加上现在的新住民 已经融合在一起 表面上已经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象征 但是因为客家有它的特别文化 它的语言生活习惯 所以我们在台湾这个大荣辱之下 我们还是很尊重的 应该每一个人 来了解客家的文化 习惯 还有多多学习客家语 大家沟通的时候 会让台湾人融合议题 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客家大佬的梁先生 来一起谈客家的家常话 首先我们来听梁先生 讲出他的生平 其实你可以用客家话来讲 因为我们的听众 有很多客家人 客家话 普通话 日本话 日本话也可以 融合一起很轻松的来做今天的 那我就符合我的语言 让大家都能听懂 包括客家闽南 都更新来做 武汉荣幸能在南加州这个地方 从1972到现在 已经40多年了 我从研究所毕业之后 就来这里 找地方工作 也在洛杉矶 我很荣幸 在洛杉矶 南加州有好多好多爱台湾的朋友 不止几百人 上千人以上 我们的交往朋友 好多都是乐爱台湾的 跟我们志同道 那我们客家族群 当然接受的媒体 对台湾关心程度 有些很关心 没有错 但是有很多 因为媒体的误导 有很多被误导走 这是我很痛心的地方 但也很多继续为台湾努力 几十年的朋友也非常多 南加州当然现在的台湾会馆的前身 有很多的不同的社团 但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共同的社团的朋友 对 首先我同事有客家的朋友 要不然有给大家介绍 非常高兴 那客家人在台湾总统一部分 所以也应该占8分钟20年挑 但是8分钟20年挑 非常的聪业 尤其是同样行动没有力 平等高雄总统的行业 非常充实 我们的触拳 对台湾的贡献 和台湾的接应 和台湾的应该贡献 和应该得到的效果和接应 我同大家互相鼓励 我的意思就是说客家人虽然是百分之二十 但是很重要 在台湾 用英文讲 very important role 我们有百分 在新陶祖廟高雄高平地区 有非常多的客家人 所以对地方的奉献是很重要的 在台湾 在台湾的简单的 我是苗栗的乡下 叫做头屋 我们头屋也有一些比较有名望的人 大家知道 但是说起来也说有一点不好意思 像何之飞 刘正宏就是苗栗人 但是也有一些叶吉兰 底桥也是苗栗人 虽然在苗栗 但是对台湾的看法完全不同 是这样 像我的话 1970年代就关心台湾 我的家族 我父母亲 一直都是国民党的 我的舅舅是苗栗皇派的董儀 舅舅的 舅妈的哥哥就是皇派的开山壁祖 所以台湾的政治操斗 我完全很早就知道 所以我如果愿意变成一个国民党的一份子 我可能是 我不好意思 也许要争取现场不难 是这样 很不好意思 请大家也许不录音了 我知道他们的操作法 我要跟他们同流合物 要这些我良心收不过去 我干成那些统统我不要 我不求钱财 我不求地位 我就很清白的一位 只这样过着我来美国 之前大概 我是1970离开美国 不是离开台湾来美国 也在台湾工作五年 我留考1965就通过 我如果再拖延一两星期 我就没有效果 也许就不来 所以我台湾的经验当然很多 我从中学就听我妈妈讲 我妈妈是投入香乐鄉民代主席 我舅舅是什么县议员 还有堂哥是表哥是沈一元这一类东西的 但是我知道他们怎么操作 我不期待那种东西 是这样 苗栗的生态就是国民党知道的派系 一下子黄派一下子牛派 轮流让你去斗 那之后他是在同仇 这是你大概也知道 那其实就像高雄一样 红派白派黑派一样 台中也有三线海线这样之类的 台湾就是这种生态 所以我1970年代 那时候苗栗的民调高潜 都是80几、90几是国民党 但是我不会钦佩 我不会降往 1980代以后我就经常有选举 我就回去住选 并且我就跑陶祖苗这样的地方去走 现在是讲台湾的情形 我就比较凌乱的是这样去讲了 我认为我没有遗憾 我认为我对台湾的看法 我二十几岁开始到现在 没有走错路完全正确 我感谢神给我恩惠 能够判断是非 是这样 南加州的台湾客家会 是南加州重要社团之一 梁先生对这个社团贡献非常大 也坚援非常用心 所以现在请你把这个 设立这个社团 还有主要活动很大的成就 你来说看看 我不敢讲很大的成就 但是我说我尽某一份之力 因为你要保护客家集团 同时要保护台湾 只有杂根 杂根在美国最好的方式 就是我们自己的社团要强壮 强壮之后 他有共同的力量 共同的声音出去给别人知道 才能够让我们的族群 有另外一种想法 尤其是对台湾正确的想法 这是我为什么要投入 南加州台湾客家会 那么用心的原因 我是支持本土的台湾 支持客家族群的正确方针 给对后代有个交代 南加州台湾客家会是1970代就成立 开始的时候 当然有一些林乱 有美西 还有南加 那时候还有一些混乱 当然那时候有不少人 像杨桂雲老先生 简林敏之 还有何启元 还有中金龙 那时候都是当初的重要参与的人士 每个人都有他的做法 都有他的贡献 南加州最后一个完全的组织 就是他的理事件事都蛮坚强的 当然有些想法不完全是一致的 但是还是以台湾本土为主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活动 会自己办客家的活动 也会跟闽南的相亲合伴 只要是对台湾有好处有贡献 我们都非常乐意的支持 互相支持 不只是社团 我们也支持发帕 也支持 叫做 洛杉矶同乡会的所有的活动 那时候 1970年代 还是戒严 我们都不畏计 很严格的戒法 我们出去示威游行 我是不带假面具 也不带违装的东西 我就正正当当出来 是这样的 我们父母也很担心 有会不会黑面蛋 我说我17年第一次回去 是这样 每次去影视馆 他们都要看我看很久 我说你要相亲啊 是这种生态 那时候是这样 后来1980年代 又什么千岛福 又什么反分裂法 我们还是要对 那时候目标就转移共产党了 我们也不怕 每次去示威 中国领事馆 他不敢见我们 他门锁起来 我们照样跟他对称 所以这样就是 表示我们的声音 不只带给我们自己的同胞社团知道 也要让美国的社会的人知道 台湾有不同的声音 有爱台湾的声音 不是说亲国民党 亲中国 不是这样的 所以过去40几年 我们都一直这样 那现在说南加州客家会 还是保留这种生态 我们就是很正义的 不改名不改 这就是名正言顺的这样去做 我想这个路窃也应该是正确吧 就是这样 客家人 客家人 为什么叫做客家人 你怎么知道 客家 有几种 对 有很多的说法 所以有些是五福乱法 我这个我不晓得是从 等于是由中原向南迁 是有一种这种说法 另外有一种说法是 客家人跟蒙古系统有关系 另外一个 要提 另外一个说法是从中原的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有关 另外一种说法是从太平洋群岛有一些人来有关 都有不同的说法 客家一般来讲 大家比较认为就是中原那边来很多 是这样 那当然是中国那边我们知道清朝的时候大概150年 200年前有从广东跟福建移民很多来 比如说我的祖先是七代选从中国那边移 从梅州、梅县那边、郊陵那边移来 有些像李燕也是少安 李登辉也是那边的少安那些来的 那就有不同 所以目前的情形是这样 就是到处住一下 有难就一直跑 一直跑 都跑到台湾了 那有难就有些是跑到南亚 南亚群岛那边去了 所以也是一种流浪的民族 也是蛮可怜的 我的祖先 我知道是从河南下来 也是少安 我也是少安 可是我才会说 是这样 所以台湾的客家的情形 它有两种这个发音 叫做比较不同的代表 一个叫做视线 视线就是眉线交零 心灵 五阀那些叫 还有一种叫海陆风 叫海风陆风 那就是潮州旁边 这个两个大的主流 那以55%是讲视线 讲视线的是苗栗跟屏东 跟高雄的美容 这比较多 还有桃园的南部的有一些也有 还有新竹的关系一带 那苗栗全部都是 可是大部分都是叫视线 那讲海陆风陆呢 就是新竹线比较多 还有桃园有一部分 是这样 那说领口的分布 那桃园是最多 以前是超过50 现在降到大概40% 因为桃园有很多外来的新的移民 还有一些 因为它靠近台北大都会 所以外来的就很多 所以它的比例上就降下了 桃园的客家人有80出头 在那个地方 现在只有40%左右 苗栗的客家人是67% 苗栗整个线是56万的人口 它占整个三线 67% 接近70 是这样 那新竹现在是占百分之80 那新竹市占百分之1的客家人 那高雄就整美龙那一带 还有六龟 那些混合的 高雄市的山明区有不少 那合起来大概占百分之十几 十二到十五 那屏东是占百分之30 百分之四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中间 还有发廉跟台东 都是差不多四分之一的 还有宇兰只有七万多还是八万 还有台中只有十二% 台中大概是峰原 不是 东市 就是峰原的东边那一条路线 这样 东市为主 是大概这样 只有十二% 客家也有可能是从福建过去的 有什么 有什么 像彭明明 像我杨佳 前几年到台湾的林玛丽女士 他是檢驗用學的DNA 檢驗出說我是客家閩南的客家人 也有這種 所以其實客家不一定是從廣東、福建 已經混合很多地方都有客家人 只是大家不知道你是客家或是不是客家 但是我們現在講究的就是台灣新民族 台灣人新民族 是無關客家、客家或是原住民 大家都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要保持生活方式 保持語言很好 但是我們的精神是台灣新民族的精神 來建立這種共同意識 你看這個情況 我是覺得以台灣的新政府來講 以前國民黨說對客家 只是想像吳伯雄只是想利用客家 不會像陳水扁時代有客家委員會 還有客家文藝館 客家的總於是古典文化的傳承 資料的訓練中心這樣 我是很感謝陳水扁 他那時候有這種idea 一直要顧注重台灣 從那時候開始才有 那吳伯雄當台北市長 他也沒有這樣做 很久都沒有這樣做 那客家人對 他現在都混合了 沒有錯 那很多有客家血統 但是因為環境的關係 他不會講客家話 南加多都有很多 像張白顯也是一位 到福建 查到他是客家 像有名的律師 那個江律師 江建祥 江建祥 他的媽媽也是客家人 他跟我講 但是他不會講客家話 都是這樣 像我兒子也是這樣 所以這是我很慚愧 很多客家人後代 現在不會講客家話 現在一直在鼓勵鼓勵 如果一個族群沒有他的語言 你就完了 你的文化沒有根源 所以語言太重要 那當初的國語政策就是 你消滅 國民黨就是不准講謊言 那個很敗 非常不好 那等於繼續下來 我們的後代都不行 像我們客家會裡面 像我這種年級的 和玩家講客家話的 也都不是很多 比如說客家話開會 只有我一個 我的客家話 在所有語言裡面還算是最好 比北京話好 但我想客家話你們聽不太懂 所以我就不好意思講客家話 只有我們的族群我會講 如果人家聽不懂我講話 也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就會有這種感覺 像我現在對話 我就用北京話講 我閩南話腔調也很重 就是不得已 沒辦法 你講的對 台灣的族群很多都混合了 完全混合 是這樣 那有一個現象就是 柯家人嫁出去的女孩子 她就跟夫 大部分都講北京話還是閩南話 那柯家人呢 起進來的媳婦 嫁出去的 還有起進來的 也說不同 起進來的媳婦 她把自己的老公 變成講她的話 很多這種親世 一般的統計都是這樣 所以這樣客服 可能客家人有一點 好像是自己少數 就不好意思講自己 這是以前的 現在比較好 像住台北的很多客家人 不管表態我是客家人 是我不是 我到哪裡 就說我是客家人 就不丟臉 父母把你知道出來 你還有什麼好意思說 我不是有什麼害羞呢 這種中國國民黨 就比較 他很勇敢的 這樣就等於台灣人就是 可能是因為戒嚴啊 還有被很多族群不同的人 可能土製久了 就變成這種心態 所以這種心房 要把它打開來 這也是一點 為什麼客家人 很難推廣出去 就是幾代被你產 被你壓 被你戒嚴 被你什麼 國異政策 被搞死掉了 所以就沒有去推展 是這樣 說起來我們社會很厲害 我三嫂是竹北的客家人 然後嫁給我哥哥 結果我哥哥會講客家話 讓你嫂照一下 我第一次聽到有這 這很難的 我太太的哥哥也是娶客家人 她非常勤勞非常認真 所以娶進來的時候大家都很高興 帶到客家人 很高興 真的很有家庭觀念 所以我希望以後梁先生 多辦理客家的各種活動 要邀請廣大的邀請 南加州的各族裔 佛羅朗 部分佛羅朗 要去翻新 人和這個大人 都邀請他們參加 都保存各族的族群的文化 保存各族群的語言 這個我們生活在美國的 台灣人我認為非常重要 你這個是重點 非常感謝你提到這事 我們客家人 南加州台灣客家會 沒有很多的活動以前 過去幾年 因為有點親黃不接 但是我很高興 自從我們去年 墾丁大會結束之後 有一些年輕人進來 非常好 但他們也很優先的要推廣 現在我們在Orange County 也開始砸根 開始做 比如說 Diamond Bar那些活動 我們總是幫忙主導 市政府的活動 也這樣做 那客家的文化 比如說他的美食方面 也在加強了 我想你現在的指點非常對 我會跟新的會長 叫胡云全 他也蠻熱心的 他的子女通通都參與了 這是好事啦 跟客家美男一家庭 同一家人一樣 要互相活動 互相展示他們各不同的文化 跟他們的特點 我會把這個訊息帶回去 我想胡會長 新的會長會支持這個idea 是這樣 好 謝謝 現在再來講 你在事業上也非常成功 沒有不敢 所以你來美國以後 經營那幾種事業 有什麼 給大家了解一下 我如果說但不好意思 來美國就是 當初也沒有想到我要做什麼 就是 主要是哪一個學位 我只是哪一個設施 後來就留在美國 當然我是工程界方面 我以前是 我是台北工專機械畢業 機械科技系畢業 來美國就是 機械化工方面 譬如說做一些 construction wall 做一個烈油廠有關的東西 是做這種 還有我們做的是叫做 P&N piping and processing and instrument engineering 做這一方面的東西 也在各行業做了 我就做了五年左右了 然後我自己就出來 做我自己的房地產開發 是這樣的東西 那我有做一些就是 蓋Hotel之類的 還有蓋Housing 還有一些Industrial Park 有做這種東西 當然有的是好的 也有賠的也有賺的 不是說我都成功 只是正好在這個生活方面 可以應付著國旗 只有這個樣子 那國旗 我現在又做一個跟 加州政府活動叫做 Adult Health Care 就是跟台灣的衛福部 很類似的東西 就是有一些 尤其是上年級 還有身體不好的 幫助他們去 Take care 去叫做 Maintenance 做這種工作了 我現在都還沒有退休 說起來也很丟臉 也很慚愧 我都朋友大概是應該是十年前就退休 我還沒有退休 同時我不承認說我該退休 有這種怪癖 有這種毛病 我在美國就是 我也曾經失業過 一兩個月 我從來不去領就職業 是這樣做 我只有交稅的份 我沒有去跟政府申請什麼補助 我的身體還可以 我就要繼續去做 那我開發方面 當然開發有十個 裡面大概是八個成功 不成功的有一個半 大概是這樣 那不成功你就要發很多成功了 來賠償 來賠 有這種 我想你也很厲害 那我這個保健中心 是對社會一種 叫做 Charity 有很相似 就是一種奉獻 你要說什麼 賺多少 要盈利多少 是不壞的 尤其是州政府看得準準的 他滿新的 他給你 譬如說八、九年前給你 他永遠不給你加回去 其他東西一直當 你就要整個去控制 你的開銷費 是很辛苦的 是這樣做 但是我沒有放棄 我還是繼續去做 那說事業方面 真的台灣人很成功的很多 非常多 我只是維持我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已 所以我不敢講說我成功 沒有 不好意思 歷史電話修正是這樣 歷史協會 我會長以上 我們特別設立一個指導委員 我請許信鳳 他是客家子弟 客家長輩 我特別邀請他 來參與歷史協會的 關心歷史協會的工作 那我希望你們 都鼓勵 來參加各種社團 把這個客家精神 關心台灣的精神 融入整個南加州的台灣社團 我想你選對了 許信鳳他是事業很成功 他的BioTech 在Oxford 叫做Ventura County 是非常成功 他也是白手起家 後來他投資的對了 都農業發洩的樣子之類的東西 非常成功 他在BioTech裡面 他當過我們客家會的會長 南加州兩屆 是這樣 後來四台客連也是當過 四台客連這樣 他是對客家方面也是很投入 對台灣也是 我知道他在台中 他的母校也是建立一個研究所之類的東西 那是很難得 當然 我有機會 你們不嫌棄我 我會掐路 但是 最近 我要忙過之後 把它settle我的東西之後 我就會 去年對我來講 整個啃青大會 全球的客教文化會議 全球的客教啃青大會 還有 就是營業活動 第一次在Pasadena Civic Auditorium之後 我們發了一年多的時間 最近又因為搬家 又發到了一個一年的時間 所以最近兩年多 我比較少出去參加台灣的四台活動 我要跟大家道歉是這樣 今天謝謝你來參加 以及來講這個客家的故事 那我謝謝 這一本是17年的 那我們希望整個客家的歷史把它整理出來 讓更多的人了解客家的歷史 客家的重要性 客家的文化 謝謝 大家一起來 保揚 發揚 這本我想是應該是很精采的一本 就是取救啃青大會那一次 對 啃青大會這本書 我介紹我們的社團 美洲台灣聯合會 我可以補充一些 這整個參與的人 我都把它敘述 還有謝謝柯偉飛跟台灣的政府 有一直鼓勵我們 全世界有五大洲的客家聯合會 這是很難得 因為台灣的客家有一個非常重要 對台灣的貢獻 一定要發展這一類的 我們不只美洲 美洲是包括北美、南美金 還有亞洲也有 亞洲更龐大 尤其是泰國那邊很多的都是 這些海外的客家人支持台灣的溫度政權 因為台灣才能夠壯大 現在澳大利亞、澳洲那邊也成立 明年就要開那邊 像去年我們開的大會要到澳洲 那歐洲也有 歐洲的話人口不多 但是呢 歐洲、德國、法國、英國那些 西班牙那些年頭辦也很難得 它人口比美洲少很多 但是它也要繼續做 甚至非洲也在想辦法去做 這是很難得 我跟大家報告一些 我們要繼續做客家的文化的事 也會鼓勵台灣的溫度政權 是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